兩名青少年在遠景陪同下低著頭不發異語走進派出所 原來他們兩個就是用保鮮膜封路恶作劇的凶手 當時騎士行進新裝明樂街 一長條發光物體出現在眼前 停車上前查看嚇了一跳 發現是厚厚一層保鮮膜 如果硬闖很有可能會摔車 當時兩名男子呢 用的就是像這樣子的工業用保鮮膜 而現在呢 這個只是一層的狀態 如果說我們用力的搓的話 它還是有可能會是破掉的 但是問題是說了 兩名男子呢 在這邊來來回回走了好幾次 也就是說 他有可能是把這個保鮮膜 折了又再對折 而這樣子呢 就會加強到力度 等於是說 我就算很用力的 整個想要突破它的話 也是完全沒辦法 這個柱子上就一堆的那個 保鮮膜纏在那裡 太糟糕了 真的是太糟糕 怎麼會有人 不曉得他想想幹什麼 警方調閱監視器找到了這兩名男子 發現這兩人其實是高中同班同學 都是未成年感情相當好 一起在同一間物流公司工作 他們向警方公稱 當時下班準備離開公司 發現圍牆外有一群保鮮膜 因為好奇將他撿走 剛好去新莊找朋友 其中一人提議拿來封路 只是因為好玩才惡作劇 但物流公司的工業用保鮮膜 怎麼可能會隨意放在路邊 膠膜都是我們自己在控管的 我們自己的膠膜 我們都是放在我們自己的農子裡面 不然就是我們都放在樓上 兩人經由家長陪同 那家長在現場也非常懊悔 所以沒有把小孩子交好 雖然沒有民眾因此受傷 但大半夜的要不是騎士及時拆下 難保會有人沒注意騎過去 如果造成傷亡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警方最後一公共危險罪將兩人含送 要讓他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導